国家卫生部等多个部门继续调查四百多个婴儿 在吃了三绿排奶粉之后出现神结石的事件 国家质检总局派出工作组到河北、广东、黑龙江和内蒙古 这四个奶类企业集中的省区都到调查工作 在三绿排奶粉生产商的总部所在的河北石家庄 大批民众到三绿集团总部外要求退货和追究 但退货的程序混乱引起民众不满 先由余安琪在石家庄港下民众退回奶粉的情况 在三绿集团总部继续有民众带着奶粉来退货和追究事件 公司之前宣布只是回收今年8月6日之前生产的奶粉 但这几天公司就接受部分的民众退货这个日期之后生产的产品引起混乱 来退奶粉的人潮一直都没办法散去 除了不断有人来之外 更重要的是在柜台那里 究竟哪一支奶粉退得 哪一支不退得 大家都好像不那么清楚 结果整个程序就做得很慢 可能排队排整个小时都退不到钱 退到奶粉钱 但如果日后才发现子女健康有问题 谁负责呢 退奶粉的市民只是获犯这张字条 但日后是否可以作为追讨的凭证 家长一样不清楚 如果半年以后的话肯定不会说 就算我拿过奶粉估计他也不会承认 但就目前来说我们也只能拿到一个这个东西 如果他们给我们盖了这个红印的章 就是盖在这上面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如果真的如果没有办法 没有什么用处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的 有些家长索性留低小量奶粉以便日后追逃 三六集团在总部接受民众因为今次事件 报销诊证费 拿着医院的单据就可以退回钱 亚洲电视记者袁安琪在河北石家庄报导